大家好啊 我们家发生一件事情 小峰啊就是这两天被骗了两万块钱 他现在早上才告诉我 早一点告诉我的话啊 就不会被骗这么多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有一个网友嘛加他 我们做视频嘛 有很多网友都会加我们 我们也出于礼貌 都会加上然后也会聊天这样 然后聊着聊着 他因为他也了解我们的生活状态 视频当中 然后他说小峰在家带了两个小孩 还可以赚点外快这样 然后小峰他说也没钱 然后那个人他说 你可以在借贝花贝里面借出来 然后真的可以赚钱 然后就发了一个二维码给他 小峰他就试着转了一千块钱进去 然后赚了一百多块钱 然后当时提现他也提出来了 然后后面那个人说 我没有骗你吧是真的吧 然后就又叫他转 然后小峰他就直接转了一万块钱 转转了一万块钱过后收益也是有增加的 但是他就提现嘛 就提现不了了 然后提现不了过后 那个客服他说还要转一万块钱 叫什么资金解冻金 他就又转了一万 转了一万进去还是提不出来 然后现在又要说他是什么普通会员 要升级成什么更高贵的黄金会员 要再转五万块钱 要账户呢 要抽够五万块钱才可以提现 然后小峰他意识到不对劲了 然后今天早上他才告诉 然后我们意识到确实被骗了 本来我靠的没得能够多钱 他都说叫我 他之前他都开箱问我有花呗 有结呗 我说有问我读的花呗 多少时候有一万 然后我说没得钱呢 他都叫我结花呗 你结没有 没结谁 结了 结了 嗯 你花呗结了好多 开箱结了三千 反正你中午照片两万一是谁 对对 他说要交资金解冻金 然后我都 然后我又没得钱呢 我想到反正交进去他都能提钱 然后我又接了交了 嗯 往往骗子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啊 我我之前有很多朋友他们也被骗过 都是你们老家那个 那个小哥哥都骗了 都是跟你那个模式一样 晓得不 你这种钱是很难追得回的 是他们都是买的信息 是境外的 境外的那种杂片黄红 晓得不 你两万块钱多半是拿水片的 还有满十七八个斤 虽然追不回人呢 也撕一会儿 万一人家抓到那个人 可能还都推得回 小哥 透过这个事情啊 我也告诉一下大家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比如说陌生人家里面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目的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都直接说跟钱 就提钱了可能都有点问题 反正那次照片呢 我也不怪你 那钱一钱走不着 钱慢慢慢慢找嘛 反正因为你出发点是好凉是吧